陕西通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关案之一 位于陕西、河南、山西三省要充 黄河为何再次交汇 从操作设立开始到1959年 老通关经历了几次变迁 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肤山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陕西省通关县 大家看到我后面这一个建筑了没有 是个附建的 烽火台 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 就叫烽火系诸侯 讲的就是周游王为了不妃子一笑 点燃了烽火台 后来至于自己无信的地步 就灭亡了 西周就这样灭亡了 说到烽火台遗址 大家现在能看到的 也就是能在长城遗址配套中 能看到烽火台 像这么野的烽火台 也只能在这看到 其他地方我不说没有 但是像这个12个连在一起 非常的罕见 这个是什么来历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铜关12连城 烽火台遗址 是当地非常著名的文物遗址 又名烽火台 和敦塔 敦塔了吧 它就是俗称啊 它现在这个位置 是位于铜关县城 东约三公里处的 晋沟西岸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沟了吧 非常的大 旁边就是铜关 它现在是属于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刚升的级 原来是省级文保护单位 它的年代是唐代到清代之间 也有学者认为 它的上限不仅是在唐代 而是在汉朝 非常厉害吧 这个烽火台在古代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设施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传递信息 它又称为烟堆 就是一旦有险情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烽火台点燃烟 或者是明火 晚上就是明火 白天就是烟 然后一个台看到另一个台 它也点燃 一直传到 就是决策者身边 然后告诉他 这边有事情 才可以做出决策 知道有敌情了 我们都要来防御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好的 复原了这个 烽火台 我们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朋友们 这个地方是可以屯兵的 平常我们一些士兵傻的 可以在这里面住 在这里面住 一旦有险情 爬 爬到这上面 点燃烟火 就成了 朋友们 这个风火台是进行你来附建的 就是这个公园的一个配道设施啊 其实它的旅游特点比较明显啊 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游人斜的地方啊 这一个附建的烽火台 上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一个空台子 但是在古代的时候 下面屯兵 一旦有险情 会跑到这个地方 点燃烟火 告诉下一个烽火台 这边有险情 下一个再告诉下下一个 一直把这个险情的信号 传到决策者手里 决策者通过这个 来加强防备 防止敌人偷袭 大家来想一下 一旦有战火 每个烽火台 在最高速的烽火台啊 同时点燃 是何等的壮观 放到现在觉得是一大风景 但是这个风景 是要打引号的啊 因为它即将可能 面临战火 百姓流离失所 所以说大家都不需要看到 最好是它永远都不会 燃起明火 这样就说明了天下太平嘛 最起码没有外敌入侵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就是原来古铜关 关爱的所在地 现在正在附建啊 已经建起了一个楼了 看到了没有 再往那边就是黄河 它就属于一个爱口 在古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沿着这个铜关爱口 在这里在这里 一直到我们站的这个位置 还有后边就是烽火台 十二连城非常的壮观 这个和铜关就是配套的 就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 来传递信号 那边有一个县城的 保存比较好的一个烽火台遗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大土堆啊 它就是古时候烽火台的遗址 有专家说它最早是唐朝 还有专家说它是汉朝 更有专家说它可以支出到西州 梅坠这十二连城 就是周游王点燃的烽火系猪猴 这里有一个洞啊 朋友们来看 大家看到这个口了吗 这个口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复现的烽火台 底下那个圆门啊 里面驻兵的 平时是可以囤兵 一旦有事情啊 士兵从这里出来 看到烟火啊 然后就会跑到上面去 点燃烟火 告诉下一个烽火台 它的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加强防备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地方 烽火台已经是只剩下了一个 大土堆啊 但是至少在清朝啊 它外面应该是有一层砖的 有一层砖 但是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会记得 在帝王墓前面应该都会 有一对 雀 那个雀 跟这个都比较像 外面是一层砖 现在大部分帝王的 这一个雀 也是跟这一样 甚至是已经没有了 这个能保存到这样 已经是非常了得啊 今天收获满满啊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十二连城风火台 但是 这并不满足于我 我们要探的 就是更野 更野 更野 这个已经是 成为了一个小公园 在小公园以外 还有 风火台 我们去探一个 非常野的 走 万万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探险之旅 让我终身难忘